日前有一名中国籍的男子 闯入了瑞士苏黎世的一家幼儿园 刺伤了三名幼童 而目前瑞士警方还在调查他的行凶动机 但是他的身份被网友肉搜出来 甚至怀疑他的犯案动机跟台湾有关 从他的社群平台上来看 嫌犯是一名23岁的中国籍范姓留学生 他在去年进入了苏黎世大学 攻读电脑硕士 但是外国媒体报导 这名嫌犯在行凶的前一周 就不满他就读的苏黎世大学 举办了台湾主权讲座 就在网路上发布过偏激的言论 不过这个仇恨言论跟案情有没有关联呢 目前瑞士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